而另一位在争取党内立委初选出现的水利会长许南山 今天则是在陈定南儿子陈仁姐的陪同下 在人潮众多的南北馆市场扫街 向民众请托 希望乡亲能在电话民调中给予支持 星期六一大早 南北馆市场就涌现比平常更多的购物人潮 也因为看准人多 水利会长许南山在陈定南儿子陈仁姐的陪同下 今天沿街拜托民众 希望在宜蘭县立委电话民调中获得更多的支持 顺利大出竞选立委的第一步 而民众也热情回应 有的何以牛念 有的说本人比较帅 许南山表示 因为听到地方基层的民意反应 需要改变中央政策 甚至争取更多宜蘭建设 所以想透过立委工作来改善民众的生活 基本上我们民生是我们民众最要紧的问题 今天我们选到蔡奇亚来讲拜托 最主要就是发言到说 所有的人经济活动和事务的采贡都会在市场出现 所以我们走过后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在反应意见 包括他家的土地 包括他这个环境受到人渐用 相关种种的这些事情 虽然这些事情虽然是地方的反应 但是我们这样看起来 标识政府在政策方面 包括法令 有需要中心监督很多 尤其我们最近看到的宣传146条 整个農業是要促成工业法 我们感觉很奇怪 因为早期这是在中国所定的宣传 不一定适合到现在的台湾 所以我们看到宜蘭有需要再发电 宜蘭有需要再建设 包括我们现在看这个蔡奇 是不是这将来可以做中央 可以来给我们关心 做一个比较途先的这个处理 让我们这些人买买时 免受到方向这样 我相信这是政府可不容缓 要中心的工作 宜蘭新闻记者张丽琳采访报道